开学不久,你是否经历了残酷的军训,培养出了钢铁一般的意志,让我们吹起小号,敲起小鼓,一起观看各校的汇报演出。 啊,首先向我们走来的,就是天斗皇家学院,作为一所观二代学校,他们的人气自然是比较高的。 来,各位观众朋友们,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那响亮而统一的口号。 呃,观众们咱们自己再捋一捋啊,咱们把口号喊齐了啊,来,三,二,一。 接下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植物学院,顾名思义,他们培养出来的都是植物人。 看,经历了军训之后,他们这智识化的校服,他们这统一的高低部, 这一看就是正步走练多了呀,腿都练直了,但是没有关系。 相信,经过了军训的洗礼,他们一定可以做一个坚定的植物人。 哦,在他们后面的,则是五元素学院的土系学院,作为军训期间最费粮食的学校, 听说他们的军训效果十分明显,每天六顿饭,不分早中晚,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, 就让学校附近方圆十里内,颗粒不收,鸡犬不留,连常年闹的鼠灾都一次性解决了。 他们被认为是原教授,都挠头的攻坚难题,他们迈着那敦实的步伐走来了。 最后登场的是刚成立的史莱克学院,师资力量还不充足的他们,擅长野路子。 听说他们的军训全部在野外完成,大家看,他们的隐蔽技巧多么娴熟, 他们的匍匐前进快到动态模糊。 最野的是,他们居然在背后贴出了招商广告。 嗯,好看,超特别。